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4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669集 现在小朋友一出生 就背负27万的国家债务 之前有人说0到6岁国家来养 现在又说高中子全部免学费 私立大学的学杂费又要补助 这些钱到底要从哪里来 就是年轻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不管怎么撒钱 对老人都没差 是不是 因为老人是铁票不对 一定要顾好 所以老人现在不用缴健保费 看病不用挂号费 这些福利的压力 都会加注在年轻人身上 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危机意识吗 昨天美股收盘是跌的 会担心吗 你看那是大 一路涨上来 跌一下也还好吧 我对美股还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